今天我们来体验一下吉利银河L6的一个智能座舱 首先看它的整个内饰的设计 它的屏幕这里做了一个很连贯的造型 从屏幕一直延展到下部的这个中央通道的位置 而且它的这个材质我觉得是很亲肤的 它没有做那种高亮的钢琴黑的材质 反而采用这种磨砂手感的这种材料 我觉得还是很舒服 而且它下面还做了一个很深的储物格 你可能会有疑问了 这台车前排的杯架到哪里去了 其实它藏到了这个储物格里面在这里 按压之后可以打开它这个隐藏式的杯架 在前面还有一个小储物格 不过呢这个杯架的设计 似乎是对这种大瓶身的饮料比较友好 如果你放一个比较小瓶身的饮料 就感觉线位不太够 这个设计并不是特别的合理 然后呢在我们的视线前方 这台车用到了一个比较有意思的这样版的设计 它下部类似于我们墨镜的一个材质带偏光 这样的话在开车的时候 你就会获得更好的前向的一个视野 不过呢这样做的一个需要妥协的地方 是它前排的这个化妆镜 这个尺寸就比较小了 OK呢接下来呢再回到我们这次体验的重点 前面的这个多媒体的屏幕 首先它的硬件参数 用到了一个骁龙850的芯片 同时它的屏幕是13.2英寸的竖屏 而且分辨率是达到了1920×1440 所以它比普通的1080P的屏幕看上去显示的这种清晰程度 细腻程度会更好一些 而且呢它的这套银河NOS系统其实很明显的感觉出来 它在软件上是很下功夫的 它的一些手势操作快捷操作 像这里有一些下拉通知中心 然后左滑进入到它的复义屏 这些操作都非常的接近手机 所以也是一个很接近我们日常使用习惯的一套车机的系统 在主要的位置呢可以看到它是一个默认的壁纸的桌面 壁纸可以根据你的自己的喜好来进行调整 然后在它的下半部分是一些快捷的卡片 这个也可以支持很大程度的自定义 在左边这里的一个能量中心导航和音乐这个是固定的 然后呢在右边的这些小的卡片是可以支持你自定义的添加和删除 比如说我现在长按之后进入到它的一个控制的界面 在这里可以选择添加 选择加入一些日程啊电话呀空调啊图库 包括应用商城这些卡片都是可以来自由的添加到这个桌面当中的 在屏幕的主页往右滑可以看到它的一个应用的列表 它分为了系统应用和一个第三方的应用 那它的系统应用呢是支持一个分屏的显示 比如说我们先开启它的导航 同时呢再回到主页里面来开启它的多媒体 那这样的话就可以来形成一个上下分屏的显示 最大化的来利用这块屏幕的显示面积 在整个多媒体的集成界面里面可以看到它是包含了像蓝牙音乐 在线电台以及歌音乐和腾讯爱去听 不过呢网易音乐在这台车上是作为一个第三方应用来存在的 所以呢这也就意味着如果你是用了网易音乐 就没有办法来激活它的一个分屏显示的功能了 同时呢这台车它的应用的后台停住做的很有意思 在中间这里类似于一个零动岛的设计 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欢这个样子 同时呢这个车机也是支持一些快捷的手势操作 在屏幕两边左右都可以来双指控制空调的温度 然后双指在中间可以来控制整个的系统的音量 然后三指是可以来控制整个屏幕的一个亮度 然后五指是可以进入到这台车的一个后台的显示 所以这些手势操作虽然说需要一些学习成本 但是我觉得在了解之后呢还是很方便的 最后呢来看这台车的一些第三方的应用 现在我下载了很多的功能 像爱奇艺网易云包括B站还有开心笑笑乐 这些比较主流的常用的影音娱乐的功能 而且它第三方应用呢都根据这个车机的屏幕来做出的适配 比如说我现在打开B站 整个信息楼的显示非常的直观 而且在登录你自己的账号之后呢 也可以看到你自己收藏的一些视频 而且虽然说它的这个屏幕呢是LCD材质 但是它的整个屏幕的上下部分的黑色区域 纯净度控制的还是很不错 并不会有那种很突兀的感觉 而且在放这个B站的横屏视频的时候 它的上部的这个黑色区域呢 可以来显示弹幕的内容 不会影响到整个画面的显示 这个B站的使用体验 我觉得还是很不错的 OK那车内的部分聊完了 我们再去了车外 这台车在外部也是搭载了一些有意思的功能 这台车呢其实是搭载了一个车外语音的功能 它可以站在车外进行一些车控的设置 比如说有两个很实用的场景 第一个呢是站在车外开空调 第二个呢是站在车外来开其他的后备箱 车外的这个空调控制呢 其实可以和你的远程的手机车控来进行一个互补 如果说你忘了提前开空调 你走到车旁边才发现车厢很热 那你就可以站在车外来对空调进行一个控制 先让车厢降温 那这样的话进到车里呢就会更加的舒服 这个温度更加的友好 另外呢它的车外的三个实用麦克风 在前杠和后视镜两侧 也是可以支持对这个后备箱来进行一个车外的语音开启 不过呢我发现了一个小的体验上的瑕疵 这台车的后备箱 它的弹簧力度是似乎没有办法 把它后备箱完整的来弹起 这样的话就让这个功能显得有些鸡肋 那既然我会用这个车外鱼那肯定意味着我的手是提着一些物品 那这样没有办法完全弹开的后备箱就显得会有些尴尬了 不过呢刚刚也是跟工作人员来聊到他们也发现这个问题 所以他们会在后续的量产设上来针对这个问题来进行一个优化 所以来看看它后面的表现会怎么样吧 OK呢最后来总结一下这台吉利的银河L6 我觉得它的整个的定位呢会在D毫L的插混之上 在银河L7之下 所以在这样的一个价格区间之内 它的动力总成会是它一个非常大的亮点 它用到了一个1.5T的双方机 三挡DHT 动力的表现在轿车上我觉得非常的强劲 并且的话呢这台车整个的智能座舱的体验 不管是车机 它的硬件配置 还是它的软件交互都还是做的可圈可点的 所以呢可以来期待一下这台车它的最终的价格 你会接住 对